好在这边我们来到圆圈的部分 然后圆圈的不完整的圆圈 Length of arc and area of a sector arc 是什么东西呢 arc 是那个湖长 so arc 是湖长 然后那一个 sector 的情况之下呢 是 这一个 整片 pizza 这样的东西 ok arx 湖长 湖长 就是这一个部分 就是整个圆周的一部分 这叫做湖长 然后我们知道 s 除整个圆圈2πr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c 等于2πr 会是等于几分之几 data per 360 所以我的s 这个乘上去 data per 360 乘2πr so 我是让我的学生从头到尾都是用data per 360 2πr 然后同样的我的a等于πr 我的这一个area 除以整个πr2 是它的度数除整个圆圈 360度 然后我再把πr2 整上去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会一直跟我的学生强调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 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那两个部分呢 一个是 长 然后另一个部分呢 是面积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有长和面积 当它是完整的时候 ok 我们有radius的存在 它是c等于2πr a等于πr square 这个是r 我的radius是diameter除以2 然后如果我现在有的是圆形的一部分 ok圆形的一部分 然后这一个一部分呢 可能是这样 这一边吧 ok 然后 这些全部都没有了 ok圆形的一部分 像我这一个是它的度数data 然后 接着呢 我们还有这一个东西 它是那一个 完整的是360度 so我这一个叫做ark 所以我的ark呢 无偿是data per 360 乘以2πr 然后我的area of sector 就是这一片的area 它是data per 360 data per 360 乘以πr so 这一个formular 这五个formular 一定要把它配上来 我们才能够做 第五课的所有练习 好 在这一边它的π是22 7 然后我们找它的ark length 跟area of the minor sector 这个是radius 这个是data 所有的ark呢 会是等于 百二除360 乘2 乘22 7 乘21 tai是22 7 我的area of sector 12 12 百二 360 然后22 7 然后21 square 好 所以我这边12除36 乘22除7 乘21 square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462 π 122 360 πr square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乘2 再乘22 7 所以这一个等于44 我们其实不用用计算机的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7 3 好 月月 所以剩下44 就是1 3 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乘21 乘21 然后我这一个3 然后7 然后7 7月 ok 所以剩下是22乘21 所以我就22乘21 462 好 接着它的diameter是这一个 所以它的radius呢是49 2 然后它的data是这一个 所以它的arc呢是225 360 乘2乘22 7乘49 2 然后我的area of sector 会是等于225 4 360 乘22 7 乘49 2 OK 225 除360 4 3 6 0 乘22 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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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4 4 5 4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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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6 6 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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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这个是diameter,radius是35.2 所以Arc等于108.360乘2乘22.7乘35.2 108除360乘2乘22除7乘35.2 然后是33 然后我的area of sector108.360 22.7乘35.2的square 所以这个乘2标掉 然后35.2的square 288.75 km2 km cm cm2 然后meter m2 cm cm2 好 就会变成了这一个是54 然后360 2 3.142 乘10 所以这一个直接拿到9.426 然后他是CM 我的area of sector呢 54 360 然后再乘Pi 然后R2 10Squad 这样 所以他答案是 47.13 CM 好 这一边这个是他diameter radius呢 是24除2等于12 这个是data 所以他arc呢 就会是等于81除360 x2x3.142 x12 2Pi R 所以拿到的是这一个 然后他的area of sector呢 是81360 然后再乘Pi 然后再乘Pi R2 3.14 乘12 2 3.14 2 3.142 2 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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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乘22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他的arc 然后这个是meter 然后他的area of sector 所以我拿到的 144 3.162 乘Pi 12的Square 所以这个是这样 meter Square 好 好 这个是diameter 和radius是16除2等于8 这个是data 所以我的arc呢 会是等于135360 乘2乘3.142 乘8 OK 所以他答案是18.85 每 然后他的area of sector呢 是135360乘Pi 然后8Square 所以是75.40 好 好 接着第三题 他Pi用的是2007 这个是Pi 然后他要我们找angle substandard 就是data是多少 他给我arc是这一个 R是这一个 我们知道arc等于data per 360 乘2πR OK 所以我要找data的时候呢 呃 我还是 就我习惯上是 让学生直接写13.2 等于data per 360 乘2乘22 per 7 乘14 ok 然后我要找data的时候 然后我要找data的时候 我就直接13.2 乘360 然后 再乘7 然后 接着呢 他就 这一个2乘22 乘14 所以他就会变成13.2乘360 乘7 除2 除22 除14 所以他拿到的是54 好 so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 arc是一个变数 data是一个变数 r也是变数 然后我有data跟r我可以找r 我有r跟r可以找data 词典我们还会有arc跟data找r的题目 好 这一个他单位不一样哦 你看刚才那些单位cmcm哦 那这个单位不一样 所以我这一个我要把它变成21米 ok so cm去m的时候 是除100 so这个是radius 这个是arc 所以我的66等于data per 360 乘2乘22 7 乘21 所以我的data呢 是66 乘360 乘7 然后2乘22 乘21 所以我直接66 乘360 乘7 乘7 除2 除22 除21 他虽然讲是乘 但是他是整体除整体除 所以他这一个会是等于180度 好 接着这一个 1400cm 所以1837等于data per 360 乘2乘22 7乘1400 所以我的data是1837 所以我的data是1837 乘360 乘7 2乘22 乘1400 所以我在这一边1837 乘7 乘360 乘360 乘7 乘7 除2 除22 除1400 所以我拿到的是75.15 所以这一个是75.15 所以我有这一个75.15 和360 乘2乘22 和7 乘1400 等于1837 对 好 所以这一边8.8 等于data per 360 data 乘2 乘2 乘22 7 乘10.5 所以我的data呢 会是8.8 乘360 乘7 2乘22 乘10.5 所以我在这一边8.8 乘360 乘7 除2 除22 除10.5 所以拿到的是48度 好 接着第四题 他的π 用22 他要找他的radius 会是等于多少 然后 Arc 是这一个 data 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的Arc 等于data per 360 360 乘2πr 所以 我现在有Arc 有data 我要找的是这一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 132 等于45 除360 乘2 乘22 乘R 所以我的R是132 乘360 乘7 除45 乘2 乘2 乘22 所以 132 乘360 乘7 除45 乘2 乘22 乘8 乘2 乘6 乘2 乘6 乘6 乘4 乘4 乘2 乘6 乘6 乘4 乘6 8,360,2,2207乘R 所以R是231,360,7 然后108,2,22 所以我在这一边 231,360,7 108,2,22 所以拿到的是122.5 好,接着这一个115.5 等于105,360乘2乘22,7乘R 所以我的R是115.5乘360乘7 105乘2乘22 所以我就有115.5乘360乘7 除105,除2,除22 63 CM 好,接着这一边 他叫我们找他的R 然后他只是Pi变掉吧 So,这一个是data 所以R等于data 81360乘2 pi 所以这一个81.692 等于117 360乘2乘3.112乘R 所以R是81.692乘360 除117乘2 除314.2乘3.142 所以我在这一边 811.692乘360 除117 除2 除3.142 等于40CM 好,这个是314.2 等于225 等于225 360乘2乘3.142乘R 所以R是314.2乘360 然后225乘这一颗2乘3.142 所以这一个其实是直接100 所以我在这一边100乘360 除225 再除2 所以他答案是80 先 好 这一个 62.84 72 360 2 3.142 R R是62.84乘360 然后72乘2乘3.142 所以我在这一边62.84乘360 除72 除2 再除3.142 所以他拿到答案是50CM 好 好 好 第六期 大家要找Length of minor arc minor arc minor arc 是小的那一个PQ OK 然后 然后2 然后2 and the area of minor arc OK 然后2D PQ so 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知道他的Arc 是Δ360乘2πR 他的Area of sector 是Δ360 πR square so 在这一边他的Δ是42 他的R是7 所以我的Arc呢 他会是等于那一个42.360 乘2乘22.7 然后乘7Square 2πR 2πR 所以他的答案会是等于5.13CM 2个D 42360πR Square 7Square 所以我的Area of sector 是这一个 17.97CM Square 好 这一个是R 这一个是Data 所以在这一边 116πR 360 乘2乘22 7 乘11 啊 他为什么把题目都设计到 有小数点的呢 22.28 先 116πR 360 乘πR Square 所以这个是122.54CM Square 好 这个是Data 这个是R 少过百八的都是Miner OK 所以在这一边他的Up 是 138 138 360 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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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乘8 所以是19.28CM 所以是19.28CM 138 5 360 然后πR Square πR 所以他的这一个是 所以他的这一个是 77.10CM 所以他的这一个是 Square 然后这一个是R 这一个是Data 126 和360 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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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然后乘16 138 135 25 乘2 乘2 乘3 4 乘2 乘3 乘3 乘2 乘2 乘3 乘5 乘4 这个等于281.6 cm2 好 好第七题是关于area of sector的 我另外的影片再来录